原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紫被家喜的奸賊點了月位, 躺在那裏不能動, 這陣子過來就說要跟他拍開, 紫就說不用了, 你趕快告訴老爺夫人, 不然就來不及了, 話音未了, 後面有一把聲說, 紫姑娘, 你算說得對, 你才來不及了, 紫姨和紫姨一聽, 轉眼一看, 哎呀, 紫姨加喜這奸賊不知什麼時候, 呼聲不出, 進了三洞, 紫姨因為, 紫姨擋住自己的視線, 看不到, 紫姨背向著洞口, 兩個人掛著說話, 所以沒有發現有人進來了, 這奸賊跟家壽離開賈山之後, 家壽就先衝回自己家, 家家壽受了重傷, 躺在床上不動, 而家壽就去書房, 向老爺品報, 說家壽受了重傷, 現在又說紫姑娘, 扶他回去休息, 這陣子, 慕容墨只收拾一些散亂的書信, 對散亂一地的書籍, 自知不理, 聽了家壽的報告就說, 那你快點叫紫姨 拿兩顆九轉金創還雲丹, 被家壽吃了他, 叫他好好調養, 不要再隨便走動了, 家壽一聽, 開心了, 看來慕容家, 這兩種奇珍異寶, 沒有被青衣少女搶了可瑜, 立即答應, 是, 是, 接著又說, 老爺, 不如你也休息一下吧, 這個書房, 讓小欣, 派些人來撿拾一下他, 唉, 這些書, 不用怎麼撿拾了, 等一扁就算了, 是, 小欣知道, 就這樣, 這個奸賊在慕容墨走之後, 就繞回來假山, 打算把阿子揹去別的地方, 以後再找個藉口, 說阿子這個人貪生怕死, 才走出莊了這樣, 因為他知道那個慕容墨夫婦就不會追究, 啊, 怎知剛剛他走近假山的時候, 一夜聽到阿子和小少爺在說話, 他暗暗吃了驚, 他心裡便罵了, 唉, 家壽這個臭小子, 出手這麼輕, 怎麽麥都沒有來殺正的, 被阿子一衝就衝開了啞穴, 幸好他沒有衝開伏兔穴, 要不然, 自己的面目都像阿順那樣, 暴露給老爺知道, 好在好在我及時趕到, 看來這個阿子就不能再留下來, 於是他就輕手輕腳, 就不要進到這個山洞裡面, 好了, 今天再說這個阿子, 一見到阿喜走進來, 倒吸一口冷氣, 他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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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少爺, 小小爺,我和子姑娘玩而已。 家喜一路說,一步一步就走近你了。 因為阿智和癡兒現在身處黑暗,家喜怕自己看不准他,一擊他不中,被他們鬼殺那麼吵,更糟糕。 萬一被癡兒走了,就真的糟糕都沒那麼糟糕。 阿智見到家喜一步步走過來,明白的傷點,急得大叫,小少爺,你快從另一個洞口走,他要殺你的。 癡兒一聽,嚇了跳。 他一跳,突然踩正了躺在地上阿智的大腿。 接著的人站不穩,彼拍一聲,踏下跌落到阿智的身上。 事情這麼巧,癡兒的手,一下子就踏中了阿智手臂上的曲致穴。 最初踏了大腿一腳,那個穴位又被他踏開了。 那兩處避風的穴位,被癡兒這樣一踏,一拍,全部都踏開了。 但是家喜就不見了,看到他這樣踏低這麼狼狽,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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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只是被癡兒壓上去,真是夭太後悲痛, 那已經這都是19歲的男朋友。 雙手發出離開了,將癡兒推到飛後. 掉了orous ou cu唔。 一 continu cada我們都不想像這個病吻。 一刻没有防备,被痴疑一撞一声,整个惯低 惯低都没什么,弊在自己厉害那个张门穴 刚好就被痴疑撞过来那时,用手搅点种 这样就等于点了他的张门穴 那个家喜,爬一声,踏在地上,爬不起身 再说压子,整个跳起 这样才发觉自己身上被封的穴位全部解开了 他不知道这个是痴疑拍开 只是以为自己正在急,一股莫名的暗径将被封的穴位冲开 这些是意外来的 这一刻他不理那么多了,撑一声,再把剑拔出来,准备刺加喜 但是他看下,小少爷很狼狼在地上爬起身 狠狠狠站在一旁,他再看下加喜 躺在地上不能动 阿智根本就不明白,他现在被小少爷,用手搅点了他的张门穴 我以前说过了,张门穴是人身上的要缘 不及时拍开去,不死都惨灰 阿智就以为他现在特意躺在地上,不知道搞什么花枪 立刻形神应变,一路急着叫 小少爷,你快点走开,忍住他捉你 阿智尔这样才醒悟? 忍不忍走到阿智的身后躲在,他嘴又说 智姐姐,你要救我啊,不要让他容刀射我啊 是啊,你快点从人家的洞口走啦 智姐姐,我怕啊,我脚仔愿了,我走不动啊 阿智也没办法了,就用他的身子挡着他痴疑 他现在死挖着地下的家喜,看他有什么变化了 但是这阵,那个家喜动都不动,还躲在地上 面上的肌肉就很痛苦,抽搐着 看他虽然就不是特意的 阿智心想,难道你这个奸贼被小少爷不断撞 居然撞伤? 嘿嘿,不理得那么多了,他转一声飙过去 用把剑瞻一顶就顶着家喜的后头就咬牙切齿 说,奸贼,你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啊呢? 家喜震了一种很毒的眼光望着慕容智 我,我一事大意,被这个傻子毁了我 智姑娘,有本事你就杀我了 阿智心想,难道他被小少爷撞正要害地方? 一点挣扎的力都没有 但他还是不敢大意,出手用的剑瞻一点 点了这个奸贼肩膀上的魂魂穴 这个魂魂穴一点的话,被人的两只手就不能动了 那就不怕他就动了,搞个阵了嘛 然后他收了一把剑就说 哼,你想死啊? 死都没那么容易啊你 智姑娘,那你想对我怎样啊? 你和我爬起身啊,和我老爷夫人面前 我,我的章门月被人封了啊 谁碰你的章门月啊? 你去问一下这个傻子啦 是他怎么来的吗? 这一刻突然阿智在外面呼叫了 姐妹,姐妹,你怎么样啊?你在哪里啊? 阿智一听,阿是阿智来了,放了心 飙出个洞口高声说 智姐啊,我在这里 阿智一听,顺着一声就找到你 一眼见到这个阿智,哇,她的头发乱到鸡豆那样 衣衫不整,她害怕啊 她跟着问,姐妹,你干什么啊? 为什么这样啊? 阿智就说 智姐,我几乎见不到你了 姐妹,姐妹,到底什么时候说给我听啊? 阿智就一五一十,把刚才发生的事都说出来 那个阿智就生气到生气了,咬着牙说 他说,我先杀了这个背主的无耻小人 说完,拿着一把剑向着家喜走过去 这只个痴儿就害怕了 你怎么杀人啊?不要啊,我害怕啊 阿智就说 智姐,算了,不要吓死这个小少爷 我们将她的混蛋带给老爷夫人处置 但是如果要带走家喜就麻烦了 第一,他们拍不开家喜避风的月位 没有那样,内功也拍不开 二来,他们是两个大姑娘 现在叫她什么?去背她?去拖她? 不行的,他们不想碰这个男人 尤其是家喜是伴主的无耻小人 另外,他们怕另一个无耻小人,即是家寿 对个老爷夫人有不利 或者被她走老 于是,智琳就说 智姐,你抓个家喜 我去见老爷夫人怎么样? 阿智说 这样也好 那这个奸贼呢 就等她躺在那里 她慢着她怎么办? 她妈 叫小少爷看着她 她很害怕她 我,我,我看着她 不要啊 她,她不会杀我吗? 阿智就说 小少爷,你放心 她的章门鱼被人封了 没有一个时辰 恢复不过来 她动都不能动 又怎么杀你 你别吓我 那你快点回来 阿智就说 小少爷,你站远一点 不要走得那么远 以防不测 我们一会就回来了 不用怕 阿智就为了谨慎 又走到嘟嘟 又封了家喜身上 两处越位 这样才和阿智分头走了 好了 这阵阿智和阿智一走 那个痴爺真的站到很远 阿智就会看到嘉喜 嘉喜看到现在只有她两个 吭嘹气便说 吭 小少爷 你被她们两个人骗了 我 我为什么被她们骗了 其实 他们才想抢老爷和夫人身上的 玉女黑猪丹和九转金厂环环丹 现在这两个人一去 老爷和夫人很危险 真的吗? 哦,那我快點告訴爸爸媽媽聽 小少爺,你去沒用的,說不定還沒到他們就殺了你了 加起這些說話呢,但凡頭腦健全的人都聽得出來,完全是鬼話連篇 糟了,這個瘋狗信了,六大對驚恐的眼睛就說 小少爺,如果你多拍我的瘋狗就好了,我馬上可以對付他們 我呀?我,我可以拍你的瘋狗嗎? 你不妨試一下,過來吧,出力,在我的瘋狗拍下去 哦,我試一下,我拍不到你,不要罵我 哇,慕容志走過去,照著張門月出來拍一聲 哦,我竟然把張門月拍開 當然要拍得開,這個瘋狗根本是他怎樣的 加起又驚又起心想 哎呀,這個傻子,人就雖然瘋了,內徑也不小 他快說,對了,對了,小少爺,你再在我這個魂門月拍一會 我的手就可以動得了 痴兒舉高的手中又想拍 但他手在空中就定住 他側起頭想了一下,收回他的手 加起又驚了 做什麼?快點,快點拍開 好,好吧,你爸爸媽媽沒有救的了 哦,我拍開了你,那你是不是會殺我?你的手可以動的 哎呀,小少爺,我為什麼會殺你? 那,阿子姐姐,她為什麼說你會殺我? 她騙你而已 她,她說你和阿順一樣不是好人 我怎麼會和阿順一樣呢?我想去救老爺和夫人啊 來吧,小少爺,你快點拍開我月位啊 不然你來不及的了 他們一回來,我和你都會被他們殺死不行的 真的嗎?你說話 加起這陣子真的急到想罵了 你這個白癡真是愚蠢 我真是含家你的檸檬橙 只要我的月位一解開,我第一個就殺你 愚蠢仔 但是現在不能發火的 好言好語就哄她了 是啊,好小少爺,快點拍啦 快點啦,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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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哦,哦,那我拍的了啊 啊,這個愚蠢仔真是愚蠢 走去皮皮啪啪的 將加起被人封的餘位一一解開了 加起這人就開心過答堂了 一下地下跳起來 我看見他跳起來就說 哦,你去單身嗎? 你 加起這陣子馬上不一樣的臉 奸笑,嘿嘿嘿,小少爺 謝謝,不用了,那你還快點救啊 爸爸和娘吃 加起就說,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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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趕著一路走到癡身邊想動手了 啊,突然間 聽到阿子的聲音在外面說 老爺啊,他就是這個假身的癌痘裡面 加起一疾,他心想,慢著 萬一殺這個白癡仔不死 他痛起來鬼殺這麼吵 那我就走不掉 不如將他作為人質 就算慕容墨和阿子追上來 他的兒子在我的手裡 他都不敢貿然出手殺我,是嗎? 於是就說,小少爺,對不起 一手把他癡情整個斥起 癡情就害怕了 啊,你幹什麼啊,你 加起跟著嘟一聲,點了癡情的啞穴 一夜背著他,著著聲的浸風 逃出了癌凍 接著繞進竹林裡面,翻牆跳了上去 接著就離開了紫竹山莊 連他的老友的家手,生定死也會知他 再說這陣子,阿子帶著慕容墨和家鋒 趕到這個癌凍的時候 哎呀,不僅不見了家喜 連小少爺也不見了 阿子這東西害怕非同小可 整個外祖,家父就問了 紫姑娘,人呢? 我,我,我離開的時候 他和小少爺還在這裡 現在不知道去了哪裡呢? 不是吧,難道被他逃脫了? 不可能的,他身上幾尺穴位被我封了 怎麼走得掉呢? 除非他還有銅火,將他救走 那,那小少爺呢? 慕容墨見到這樣的情形,整個心都冷了 如果真的有人救走了家喜 那麼這個癌呢? 不讓他們殺了,他一定帶扯了 急了,他就說 你們還不快些四位和我抄襲 看看我這個傻子是不是被他們殺了 把屍子丟在哪裡呢? 阿子這陣子心裡變茅了 趕快衝出去 在家山四周的竹林 化蟲草中不停踢,不停跑 家父都比較冷靜 在岩洞裡搜了一輪 看到地上沒有什麼血跡 然後再出來尋找 結果尋找遍假山四周每一處地方 竟然凍凍的那些 不見有癡的屍首 阿子這陣子很難過說 我…我可以問蝦仔呢? 家父問 你問蝦仔做什麼啊? 小少爺原來跟蝦仔在大城牙俗醫院的 我想,若果小少爺沒有被家喜俗了 或者現在跟蝦仔在抓醫院 不知道躲在哪裡呢? 唉…小少爺不生性也有這個可能的 那你快點去找一下吧 你快點去問蝦仔吧 我繼續在樹林裡找吧 阿子帶著一線希望 在後花園找到蝦仔 蝦仔就說 蝦仔姐 我都找到小少爺啊 那你不是跟蝦仔在抓醫院的嗎? 是啊 但是我不知道蝦仔在哪裡呢 我去花園找了蝦仔 整個時辰都不見了 唉…顯然 這個蝦仔不是被家喜殺了 就是被家喜抓了 阿子一聽到她都不知道 他不知狠奸腳 途轉回頭 翻身出了遺場 去搓我去找 好了 家修被人被捫走 家喜又走了 蝦少爺就失蹤了 這三個都一trai 總法全片整個紙觸山莊 那些人又害怕又擔心 害怕的是 莫小姐突然搶走沐蓉家的武功絕可 以及家喜、家壽兩個人在半腹 連老爺身邊最信任認為最忠心的人 原來都是中原武林中的別有用心的人 怕來做臥底的奸使 但是擔心的是 一個無辜的痴兒 竟然被家喜逐了去 生死不明 他們這陣子不等老爺夫人吩咐 紛紛四圍出去找少少爺 連守護著寧偉的慕容小燕生田兩位妹妹 迫雲和冷月都主動出去找了痴兒 結果一直找了三日三夜 自燭山莊附近周圍一帶的山山靚靚 森林草坯 哎,拆暈了 仍然找不到痴兒 連家喜的蹤影都不見 一直找到我現在 時間閉嘴 還未找到 繡忠俠 詞文明 旦�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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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